大家好,欢迎大家来麦子学院继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在上一节课中呢,我们已经将我们代码中的数据呢 和我们这个代码剥离开来 在我们的主程序的代码中呢 我们没有外部相关的数据 也没有用户相关的数据 我们设计的数据结构呢 是字典和由字典组成的一个列表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再来看 和外部相关的元素信息呢 大家来看这里是一个字典 而和用户相关的信息呢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字典所组成的一个列表 那么在这个列表中 我可以继续插入其他账户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够做到多账户的一个测试 即使这样 我们的信息呢 也是写在文件中了 写在圆码中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把这些信息给它写到文件中 然后呢 从文件中读取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设计一个数据读取模块 那么这个数据读取模块的主要作用就是 给我们的主程序进行调用 我们设计的接口可以传一个路径进去 然后呢 我们拿到新用应的web信息或者是我们的用户信息 然后呢 我们的主程序这样就可以进行测试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修改账户 那我们直接修改文件就可以再做测试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修改空间的一些ID的名字 那我们直接在文本文件中修改 然后再去做测试 这样呢 我们就不用对我们的程序进行修改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修改后的模式呢 我们的这里 这两个数据呢 都应该是从我们的文件中读取开来 那么我们这个读取呢 我们把数据格式文件呢 分成两个 一个是保存我们web info的数据 一个文件 另一个呢 是用户的信息 这两个文件 那么我们设计两个接口 一个接口是getweb info 然后呢 传一个路径名进去 那么第二个呢 也就是user呢 我们可以getuser info 然后呢 传我们一个配置文件的路径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信息 那么有了这个信息 我们直接就可以调用我们这个login test来进行测试了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配置文件的一个设计 大家看这边呢 我已经提前写好了一个web info叫tst 大家来看 它内容包括uri test id user id pwd id login id error id和我们代码中这个字典的k值是对应起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写一个模块可以正常解析我的配置文件 那么刚才我们这里说了我们需要提供的一个接口是getweb info 然后呢需要传一个pass进去返回一个字典 那我们的数据文件有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编写我们这个user date模块 user date模块中呢 我这边已经定义好了一个接口 getweb info 传的路径是pass 然后返回一个web info 一个字典 然后呢我们测试的话可以在本地加上if刚刚name等于刚刚问 来在本地测试一下这个文件 那我这个文件呢是在我桌面test文件中 还有一个web info.tst 也就是刚才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写代码的一个过程 到我们代码的格式 大家来看 它是一行一行的 然后中间呢是用等号来分割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首先打开我的文件 configure等于open 我这个传记的已经是路径名了 那我就打开这个pass 然后呢一行一行便利我这个文件 for line in configure 然后呢我们将每一行读出来 然后呢做一个分割 这个分割呢是使用等号分割 这样的话url和后面这个值呢 就能够分离开来 result等于land split 然后对它进行分割 那我们分割之后呢 其实我要让它返回一个什么呀 返回一个列边 因为我后面要把它转换成字典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就使用一个列边解析 这个result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 调试过程中 大家看这个result应该是一个列边 大家看 这个现在呢 已经将我们的信息 组成了一个列边 那么既然你组成了列边 我这边呢就想把你转化成一个字典 那我们可以这样写 我们的web info 它是一个字典 update 更新字典 然后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 将我们这个 列边转化成字典 然后呢更新到我们这个web info中 那我们把这个加运去之后呢 我们就返回了我们这个web info 然后呢我们来 执行用代码 看我们这个k和will 能不能对应起来 大家看它后面呢 这个主程序中 我在这里 便利了我这个返回一个字典 那我们来执行用代码 大家看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 我们的k和我的will呢 都打出来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呢 会加个-n 因为我们这个文件中呢 最后一个结束服务是-n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 对我们每一个元素 进行一下stripe 所以result这呢 我还要做一个 列表解析 列表解析怎么做呢 我这边就写 ere的stripe for ere in 这个 sploit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看它还有没有 这个 回车 大家来看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打印结果出来了 它是我们所切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字典 然后呢 也有相用的账户 和我们这个密码 那么既然第一个出来了 我现在就修改 我这个原代码 把它改一下 导入我们的 user data模块 from user data emport web get web info 我们就要导入这个模块 导入这个模块中的 get web info方法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雕用一下 我最后呢 这个呢 就屏蔽掉了 那我在这里呢 我把它住掉 把这个代码住掉了 就 原有的数据 为它住掉 enre的dnct等于get web info 那么那个路径呢 我在这边 把这个拷贝过来 然后我们先执行一下 看有没有错误 大家看这个是没有错误的 那我们把这个放开 我们正式的测试一下 然后呢 我们打开浏览器 测试一下我们相关的内容 然后等待这个测试结果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打开测试 然后呢 我们等了一会儿 并没有弹出登录框 那我们来看这个终端 它有什么问题 执行代表呢 说它有什么问题 大家看在这边呢 它会报一个问题 就找这个test ID 也就是找那个登录的时候 它找不着 因为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从文件中读取的 这个就涉及到编码问题了 那么我们这个UserData 模块 当我们读取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读取的话 就不能使用open这种方法了 我们应该使用 Utl8的方式来打开 然后再读取 那我们在这里 首先要导入一个模块 emboard unport codex这个模块 然后这个configure的open形式呢 我们就变了 configure 等于 codex的open 第一个参数还是我们的pass 第二个参数是只读形式 第三个参数 是我们这个变码格式 utf-8 然后呢 我们来执行下代码 大家看在这边呢 它执行是没问题 但是打印呢 这块是汉子支持的一个问题 它没有打全 然后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浏览器给关闭掉 我们在这里呢 其他代码不用动 只是打开方式 这边有变化 然后我们再切回来 再执行下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能否成功 大家看 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最大换 登录找着了 输入用户密码 然后登录中 这边呢 又切回来了 变成了我们登录成功的一个键片 那么这个呢 就说明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二步中的一小部分 将和我们外网 空件相关的数据呢 我们给它剥离了出去 放到了文件中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用户信息 如何来剥离开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户信息 它的一个文件 格式 我是这样来设计的 user name 等于 你的用户名 空格隔开 后面这个pwd 如果后面有第二条的话 我一次类推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再实现一个getuserinfo的方法 在这个模块中 那我们把这个前面几端给它复制一下 这个是一样的 getwebinfo改成getuserinfo 打开文件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格式 首先我要把它中间隔离开来 然后呢 产生两个字符串 然后再对每一个字符串 进行操作 然后呢 转换成一个字典 那么它添加到我这个列表中 因为返回值是一个列表 这边的userinfo要改一下 webinfo改成user info 它是一个列表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对我们这个文件进行操作 还是首先我们要读取一行 for leinconfigure 然后呢 在这里 我需要 对我们的这个字符串 进行分割 result等于 我们还把这个拷贝过来 那这里分割之后呢 我其实使用的就应该是空格了 先使用空格分割 那空格分割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个result里面是什么呢 它是两个字符串 那这两个字符串呢 我还需要对它进行分割 for 比如说r in result 那这里我需要定义一个字符串 反而inresult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 这两个字了 这个值和我们这个值 那么每一个呢 我现在就需要使用等号来进行分割 然后再定义一个 p 这应该就是一个账户了 account 等于 r的 split 等号进行分割 分割完之后呢 每一个我还是想让它做一个什么呀 做一个striper 所以说呢 我就把这个给它贴过来 这个还是一而一 inr的split 然后呢 我再将我这个 添加到我这个字符串中 最后呢 我将这个字符串 添加到我的列表中 user info的 open的 user dct 然后呢 把它添加进来 然后呢 我这边返回我们这个列表 written user info 然后呢 我们测试一下 user info info 等于 get user info 把这个文明写一下 这边写成 user info tst user user info tst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它的 结果给打出来 for error in user info 然后呢 print error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再来看呢 在这里前面这个呢 它有可能是有中文 没显示权 但是我这个它是显示权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整个r给打出来 把整个user info也打一下 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再执行一下 大家来看 这个user info 它就是一个有字典组成的列表 那么有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这个测试程序中这个user类似换一下 我们把这个贴到上面去 user 类似 等于 把这个贴过来 get info userinfo 贴到这边来 然后呢 我们再执行一下代码 把以前的浏览器关闭掉 control 这个没有导入 我们再把这个方法给导进来 按pot中 然后再执行一下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然后打开浏览器 然后最大化 然后输入 然后输入用户名 密码 登录 再来看 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使用文件的形式来实现了 就是将我们的数据强度保存在文件中 然后完成了今天的这个测试用力的重新的修改 将我们的数据写到文件中 然后呢 从文件中读取测试数据 好 那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开始的设计模式 我们将我们的代码 模块化 然后呢 将我们的数据 从我们的原代码中 剥离出来 我存到文件中 我们写了一个文件读取的模块 供我们主程序来调用 那么整个测试模式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后续我们还需要对这个进行一下优化 那么这个是后面的内容 好 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